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个线上的服务 因为其实说真的 我们一般 图片大部分照相下来就四四方方 所以如果你把这样子就加到像我们刚刚加到这边来 总是会觉得 细细嘎嘎 那影像事实上常常要做什么?去备做合成 那么这个 以往大部分可能你就要去学影像处理软体 对不对 反正要学一下大概怎么用 那么 现在这个部分你也可以透过云端就来完成 我们先到这个clippingmagic.com 在各位的这个讲义最后页就有 但是仅记得用Google或火湖 不要用IE IE8 在SP里面最多只能装到IE8 按IE8不支援HTML 所以没办法看 那倒是不支援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你找好图片之后 就用拖曳的丢进来 也可以从右手边直接选择档案 好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想要找谁啊 你们 有没有想要找什么样的 图片呢 给各位出出题目吧 不然每次都我准备了吗 这样有 套招的嫌疑 有没有什么关键字你想要找看看图片的 有吗 不要客气 上课就是可以互动的 有没有 不然 真的要用中正吗 好吼 因为上次用中正就突然跑蒋中正出来 假设我用中正 好我们就找 这张好不好 好 万年你看到这张不够大怎么办 在这里 有没有它的尺寸 在这里 这样 你就在这里再按一下 他就会列出这张照片所有的尺寸 这样了解吗 就是你在这边看到了这一张然后你在这边按一下 所有的尺寸就会列出来有没有比较大的 对吗 好 所以我就找这个1000的 但是你不要 找好的你不要在这边按右键存档 请你按查看图片 这个才是最大张的 好抱歉这张不让人家下载 反正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不要下载找别的 好还在跑 这个对按的所以比较慢一点 好又没有出来了 对不对 那等出来之后再把这张大张的下载下来 你尽量不要用太小张的 拆脚张的其实去背效果就比较差 好 我们要当然是尽量大张的 那这种照片你可以像我们在简报里面直接贴上去是一种方法 可是你总是每张看起来就是四四方方的 我们希望希望把背景之后把它去掉 你把按右键把它另存 好我把它存下来了 现在呢我就回到这边来 那我把这一张选起来 把它丢进去 好就在这里 我用拖曳的按住之后不要放 我切换到这有没有直接丢进来 你也可以按右手边那个蓝色按钮自己选 在传上去的过程他会先给你看一下 那怎么用 那怎么用 好 好真的很简单 在左上角这里 不要的用红色 要的用绿色 跨错的用橡皮擦 就这样 但是 各位 开始用之前 一定要记得一句话 不要太认真 上课都叫你认真的 不认真的 真的 我做一次给你看好不好 不能太认真 太认真就完了 要的 我没有侮辱他的意思 但是我真的随便画就好了 看一下右手边 这里还有 有没有去的差不多了 这样我很不认真吧 我这里还有 你可以在右手边图 去太多的 这样会被骂 所以 你要搭配滚轮 滚轮有没有可以放到手脚 对不对 这里的 就点到他 有没有补回来了 这里 点一下 又补回来了 这里 你有没有发现我都没有很认真画 我都随便画而已 你太认真会做不好 真的 你知道为什么太认真会做不好吗 因为平常我们 学影像软体 大部分各位 这种图 你就会找所谓的边缘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我都没有涂在边缘 我都是涂在里面 不然就外面 比如说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把它放大一点 你搭配滚轮 往前放大往后缩小 好 你要这个地方你就在这里 它的里面画一下就好 有没有 它会自己扩张出来 在这边 画一下 我都没有画到外面 对不对 像这个太多了 你可以来这边 再补一下 可是我没有画在 正里面 在这边 画一下 你可以先让他算看看那个效果 你可以从左边做 也可以从右边做 都可以 所以 我通常 比较简单的 我就是 这样子先 做概略的处理 如果他可以处理的不错 我就不用做细条 那如果有些地方还是不满意的 比如说我在旁边这边 好 请问这里是不是也是不要 对不对 所以我会把它放大一点 来这边告诉他 这里不要 有没有都点一下而已 可是有没有做太多 你看 这个手这边是不是做太多 那有两种方式 你可以放大一点 第二个 笔刷 大小可以调整一下 不要老是都要预设的 小一点的影响范围比较少 好 假设在这边他比较小的就用10 好 我告诉他这里是我要的 你就在旁边点一下 有没有自动长出去了 就这么简单 这样子你还有什么借口你不会吗 这么不认真都会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你确定没问题的 像我在右下角 这个手这边他做太多了 我们告诉他 这里我要你不要乱来 有没有补回来了 对不对 那你再找看看 看看哪里 不满意的 这里 这里要去掉的 你不要 在这里 在这里 吃到质量都好了 对不对 所以 你要记得会搭配你的滚轮 滚轮把它放大缩小 看看哪边 还有不满意的地方 好我有发现了 在这里 多做了一点点 我在这边告诉他这里你不要帮我去掉 当你的笔刷比较小的时候 他的影响范围就相对比较少一点点 好这里也要 所以你要适度的调整一下你的笔刷大小 好做太多的再把它 剪掉就好 有没有 随便弄话 以前这样的话会被抓去关吗 现在没有了 好对不对 所以 你不用太认真 最重要的目的在什么 你在用这个工具的时候 你要 就在他里面 靠近边缘 但是不要在边缘上 在边缘上他就多抓了 就多抓了旁边那些内容 好所以 第1个你要会 标示 第2个 笔刷大小会调整 第3个要会用滚轮 放大缩小 这样就好 如果 已经没有问题 就按哪里 在右上角这里的叫download 重点事实上是各位要认识这种格式 叫做png 他准备好了 对不对 按download 存下来呢 他是一个png png这种格式呢 他可以带所谓的透明度 也就是我们讲的alpha 圈 那 你有留下来的话呢 假设是半透明 不就是阴影 他是半透明的话 也进去就是半透明 这样了解了 我先把它存下来 等一下呢 这种格式 不只可以用在什么 影片里面 您用在简报里面 一模一样 用在word里面 也可以 反正就是透明的 最重要是这个概念 好 我现在把它存下来 OK 所以我现在呢 待会我就可以回到这边来 插入图片从这里 你也可以用拖曳的 我从这里 找到这一张 有没有进来了 有没有去备好了 就这么简单 你如果是直接那张照片进来可能效果比较差 对不对 那这个比例 我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正常讲应该是不会像这样 跑掉了 我把它放大一点 因为这样会变胖一点点 对不对 你播放影片的时候 他就在上面 没错吧 但是前面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 我们 播放时间的开始的地方是从哪里 是从这个以后才有 你可以按着往前面 假设你像他一开始就有的 往前 如果整段都要有了 移到最前面或最后面 有没有延伸 因为图片不像影片 影片有一定的时间 那图片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我要出现的时间长短 像这样子 效果是不是就还不错 区别的还可以吗 赶快自己试看看吧